海巡署的国造35电级巡防艇13号首航进入了花莲港 正式加入花莲海巡航列 而这一艘巡防艇的船体四彩铝合金打造 强化了防转功能 还兼具消防灭火功能 水炮最大射程超过60公尺 而单艘造价就超过青台币8000万元 而加满油之后可以绕行台湾一圈 海巡署表示新加入的巡防艇 立于执行海上船只救难人物 还能够才强势登检作为 防堵步伐集团走私 海巡署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 新式35顿级巡防艇 单艘造价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 采用两部高速主机 搭配高级船舶控制系统 最高航数可达45节 续航力可达60海力 那这艘巡防艇 它的船体采用铝合金的复合材质 以以往的旧式的 FRP的船型有所不同 另外它主机的能量也特别加强 所以船数可以达到45节 超越以往旧型的30节 它是用喷水式的动力系统 所以它几乎可以在原地 做一个回旋 那这是裸奖式的系统所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轻巧性 第二个因为它船型设计的一个特殊 那么原来这个FRP的吃水 旧型的35顿吃水要达到1.5公尺 那么我们新型的这个35顿级巡防艇 那么吃水只有一公尺 那在于我们救生救难 这个提供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性 船体采用铝合金材质 并强化船悬防撞功能 针对违法不配合的船舶 可以采取强势登检作业 可有效防堵夫法集团走私枪毒 或是农于产品入境 相关单位都相当期待 共同维护花林海域的治安 强化救灾救难的能量 记者凌杰花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